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接下来再来这里地方讲说 如说无言非此音 亦说梦中岁非一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主要是它破除它自稀有的 破除自稀有的时候 为什么还是有一个深度的内容存在呢 我举例来讲 别面上看起来就是梦里能不能成熟 行习绝为是有没有成熟 其实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不出来这个里面有什么玄境啊 其实这个里面充满了玄境 非常深奥的内容 为是一直拼命的 讲说 梦中 你看到了 你显现出 青色等各种各样的形现 意识就会深 原因是什么 梦中第六是喜气成熟啊 徐决为的时候 蛮人也好 不管是谁也好 他就不能看到青色的 这样的各种各样形状跟颜色 原因是什么 徐决为的时候 他的喜气不会成熟的 那所以中观音参派的思想是什么呢 其实你承认了一只喜有的话 梦中有喜气成熟 跟徐决为的 没有喜气成熟 根本没有差别 原因是什么呢 徐决为的当下的心事也好 梦里的心事也好 绝对不需要光带 喜气成熟不熟 原因是什么呢 都是自喜有的 你看他别面是不谈 但是他的逻辑的内容 拥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 那这个谈的时候 中观音参派也好 他的想法是什么呢 其实你承认了 你站在了一个 自喜有的立场的角度来去 你推认什么 你讲什么都有问题 比如说你一方面承认了 我的所有的心事都是自喜有的 第二方面来讲说 看到色法的心事是依靠喜气而产生了 产生所造的这种的喜气成熟了以后 就会产生了如此这样的看到色的一个心事出现了 讲这些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的话 还骗来但是实际上不好逻辑的 原因是什么呢 一句话就搞定了 一位是他是自喜成立啊 你看 那你看 第一个就是你承认了自喜有的话 明明就承认了 不管他任何法 能从自己方面成立了 当独的 第二方面讲说 他是依靠喜气而生的 这个是不是一个矛盾 不合逻辑的地方就是这个 如果你承认我是自喜有的话 我是依靠妈妈而生的 这个也是不合逻辑的 原因是什么呢 自喜有的你跟依靠妈妈而生 这两个是矛盾的 所以这种的概念逻辑 一定要纠正 最主要关键就是我们 真实解脱也好 想要成佛也好 想要精神好好过生活也好 它重点在我们内心的 不正确的看法一定要改善 一个人就是他跟朋友 反正就是分开 他太痛苦了 我只要讲一句话 你一生下来 独自一个人生下来 走的时候一个人走 短暂的生活当中 你自己陷入困境当中干嘛 我们平常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是你爱你的人只有一个人 还是更多的多了 不管是谁 把一个人的幸福快乐 寄托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开始你的忧愁开始 你想想这是我的概念 其实我们对所有的众生都一定要尊敬 爱护 这是应该的 身为一个佛教徒 但是你从跟随谈着意识形态 选择系的认知 去把自己的幸福快乐 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话 那就你完蛋了 肯定完蛋了 其实不好过得不好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一个 如果你想要遵循自己幸福快乐的话 绝对不要把这些的幸福快乐的因素 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一定要想开 佛法上讲的 用大悲悲悯 慈悲来关怀其他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 我们利用慈悲或者是大悲心 如此这样的心态来关怀众生的话 没有副作用 那你只是怀抱着一个贪婪之心来 关怀他人的时候 那就副作用就出现了 肯定会的 你纯粹的一个利他之心的话 他带来给你无数的快乐 比如说我们培养宽束 你真正的内心宽束坚强的时候 形成了安忍 安忍坚强的过程 你的晨悔就减少了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晨悔与安忍不可能同居的 这两个是敌对的 安忍在强大气来的时候 你内心拥有的晨悔时 他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他就慢慢就消灭了 那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你修了安忍 你修了安忍 消除掉了内心的 晨悔的时候 晨悔带来给你的多少的烦恼 麻烦都是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符合事实 所有道次第都是这样子 晨悔的晨悔的晨悔的晨悔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野根是我们抓不住了 野根是非常维系的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主要以掩饰的根基 安住的处所 所以他就是说 无言也好 无根也好 没有野根的这个无根 他绝对不是习觉时瞒人 看到对境习气成熟之音 就是这个意思 那同样的呢 他说 如是睡眠 也是非梦中寂见习气成熟之音 一说梦中睡非音 这两个字相通的跟大家讲 比如说举例来讲 第一个 无根 蛮人是无根嘛 蛮人醒过来之后 看到色等等这些的 各种对境 蛮人无根 绝对不是他产生这样的一个 心事的习气 习气的因素 一样的做梦者 睡眠也是不是梦里所看到 如此这样的心事的一个因素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 无根是不是一个习觉好的 看到对境的因素 睡眠也是不是梦里所看到 对境的因素 就是这个意思 原因是什么呢 一无外境 是能自信生者 不须灌带习气成熟也 你看 他的主要的关键 道理就是这个 你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策略 打变 都是不合理的 都是不合理的 五根五眼 第六四习气成熟来的 那梦里心事 第六四习气成熟来的话 习觉之后的 那心事也是依靠 成熟习气而来 但是这个不合逻辑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是你承认了 喜气也是自信有的 心事也是自信有的 心事 喜气都你承认自信成立的话 那又说这些的什么什么都是依靠喜气成熟 某些地方喜气不成熟 这个是没办法 你只是说废话而已 你站在一个 承许自信有的角度去 贪什么 都不符合逻辑的 如果自信成立的话 不需要光带喜气成熟 道理就是这个 中文大师三桌一段当中也提到了 我们一般人 想到源起真实的道理 想到它的时候 还是想不起空的道理 想到空的道理的时候 又想不起源起真理的时候 还是你没有达到佛的秘义 如果你一想到源起真理 与此同时能想到空的道理的时候 那从此之后就你 完全达到了佛的秘义 其实一切法都是一个空的 一切法都是自细空的 但是你想空的道理的时候 唯一的就是源起的真理之外 没有空的真理 那你讲了源起的真理的时候 除了无自信的真理之外 你找不到一个源起的道理 现在我们什么样的状况呢 你想空的时候 想不起来源起的道理 你现在想源起的道理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是取下于空的道理 世尊在波人心经当中提到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亦复如是 那这个当中所提到的 类似一样的 源起的道理是依赖他法者 那一切法空的道理是什么 无自信的道理是什么 它是依赖他法 它需要依赖他法 它不需要依靠其他的法 才能够赞助自己 不然的话 它就是读字就没办法了 现在科学的角度 量子学的角度 物质 物理学的角度 不管是什么样的角度 来去推理的话 依赖他法者是完全事实的情况 一切的万物都是依赖他法者 不仅仅是万物 所有一切法都是依赖他法者 那依赖他法者有很多深入签署都有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说所有结果都是依靠因而生 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 我们现在所吃的所有的骨类 都是依靠着各种不同的种子而产生者 这个也是简单的 那所以现在我们所领受到的一切的痛苦 都是依靠着痛苦的因素 烦恼等等而产生者 我们当下我而领受到的享受快乐 也是依靠着正面的这种的因素 导致所产生的 这大概就是我们粗并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话比较好的 第二步的我们依赖他法者 角度去探讨的时候 那你自己本身呢 我依靠一元而生 这没有错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深层一点的话 你是不是依赖自己的五根 依赖自己的五蕴 那你看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你存在是一定要依赖你的五蕴而存在 你的五蕴是你的施舍处 笼述在中观根本汇略当中提到的 你是依赖五蕴者的话 你绝对不是五蕴 你的所欲绝对不是你 所以你依赖着五蕴的话 你绝对不是五蕴 那所以我们都是依靠五蕴而存在的 依赖五蕴而施舍处 是谁是谁 那学佛的时候 我们现在一定要这样的去观察 我是依赖他法者 这个他是谁 有很多 我依靠着我自己的五蕴而存在 那你的五蕴不是你 你的五蕴是你的施舍处 我们的五蕴是受想形式 色蕴的话 那你看我们的从头到脚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五蕴 六腹肌肤骨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色蕴 那身体当中的所有的形式 我们灵受到的快乐的 痛苦的 不苦不乐的这种的感受 这些都是一个授欲 那你所灵受到的授欲不是你吗 你的身体也不是你吗 这是很明显的 那你胡思乱想的 这个意识是不是你 想欲也不是 那行欲也不是 那是就是六根是 六是希望 也不是我 你是控制他者 可以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五蕴 五蕴是你的施舍处 不是你 但是除了五蕴之外 你当独的一个也不存在的 很奇妙吧 为什么过去的大成就者当中也好 或者是跟歪道之间有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张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不容易变略出来的 所以你不需要依靠五蕴而当独自方成立了一个我的话 那这个我是除了五蕴之外的一个我 这是外道所承许的我 很多的外道几乎都承认 有我的道理就是这个 他一直不断的推理推理 终于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我的手也不是我 我的身体也不是我 我的响也不是我 这样的话 我是其实实际上存在的 那我是应该是控制我的五蕴者 所以除了五蕴之外一个当独的我存在的 大部分的外道承认了除了五蕴之外的一个当独的我 对这个也可以说是产业自在的我 能独立实质有我 那所以呢很多的外道承认了有我的原因就是这个 佛告诉我们的 你的五蕴是不是你 不是 你是依靠自己的五蕴而安立为你 没有错的 但是 除了你的五蕴之外 你也不存在的 除了你五蕴体系之外 你也不存在的 那如果除了五蕴体系之外 你也不存在 并不代表是你不存在 你还存在 你存在的方式是什么 只是依靠五蕴而安立为我 是存在的 这个是合不合逻辑 是我们一定要真确的干颜来去推理 事故梦中亦应许 笔法 言为妄事因 事故梦中亦应许的意思说 因此之故呢 梦中也应该我们承许了 应该承许席界未见 如此设得经界法的事 是虚妄 比如说举例来讲 梦事是虚妄的 梦事虚妄的原因是 它依靠着虚妄的习气而产生的 梦里的习气也是虚妄的 梦事也虚妄的 梦事所看到的对积也是虚妄的 那同样的席界之后的心事也是虚妄的 他所看到的对积都是虚妄的 这个都是应该我们要承许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就是这个意思 故梦中亦许如席觉未见 如是色等 计法之事是虚妄的 其梦中言为彼世之所依因 所依因就是他所依靠的因 梦中的心事也好 或是梦中的言也好 梦中的言是存不存在 梦中的言是是不是真正的言 不是 梦中的言是是不是真正的言是 不是 梦中存不存在言是存在 就是这么回答 比如说有没有梦中的人 有 梦中的人看得到看不到 青色等 梦中的人可以看到青色等 青花翠白等等的颜色 但是这些都是一个虚妄 那接下来 随此如如而答辩 己见彼彼等通中 如是能处此妄真 他这里面谈到的就是说 这个意义上 至终问为是回答 问答的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个 随此如如而答辩 问答辩 这样的辩论的过程当中 己见彼彼的 同中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我问你也好 你问我也好 你表达出来的都是 没有一个能力 都是一个所力 那能力跟所力的差别是什么呢 你一直讲说 这个是无常啊 这个是桌子啊 这个是色法啊 这个是痛苦啊 这个是一个快乐啊 一直讲的话 你讲的 这个是痛苦 这个是快乐 这个都是一个所力 所力就是 我们还是有真确的道理来 承办什么什么 这个所力法不是一个能力 能力是什么意思 能力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真理 知道吧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们的生命是无常 OK 生命无常是所力嘛 我跟你讲的道理是什么 因为它是灿烂灿烂灭 灭之骨 这个灭之骨是一个能力 我们利用这个能力来成立了 生命是无常 这是一个正确的 所以所力能力的差别就是这个 中观音声派跟他为事讲说 你今天我问你 你回答的所有冲突到尾的都是一个所力 没有几乎都没有能力的 这是你的主张而已 但是你没有讲出一个真理 中就是主张嘛 通就是类似 你今天所打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随此如如而打变 以见比比等 等通就是相 中就是一个主张 你跟我讲 格西老我们生命是无常 你只有讲所力没有讲能力 我问你说你为什么讲无常呢 你跟我讲 它是灿烂灿烂变化性 这个才是一个热热振奋人心的话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真理 以灿烂变化性来成立你的生命无常的话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逻辑 你不讲道理的话 那永远都是所力 没有讲到能力 那再来 如是能处此妄争 所以我们就能够消除 为是乱争论的这个真 争论就是我们可以消除的 乱真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道理 没有任何的道理 跟我争 跟我辩论 你没有拿出任何的道理来 跟我争辩 这个是一个妄争 如果你跟我辩论的时候 你有强有力的真据来告诉我 跟我争的话 这也是让我服了 我也承认了 我也看到真实情况的话 我绝对会我也成许了 但是你 我只给我的答案 里面都是一个所力 没有任何的真理 那再来 破除为是的看法的话 也许是违法了 那但是我们这里陈琴嘛 陈琴说不违法 非但不为正理 亦不为圣教 那原因是什么呢 诸佛未说有始法 诸佛这个代表不是一个很多的佛 他的意思是说 释迦牟尼佛 出来没有说过石油法 石油法是自细成立的法 那所以问题来了 释迦牟尼佛 曾经没有说过 自细有的法吗 那越前往上说谎了 那出走法律的当下 对吴比丘说 斯底法都是自细成立 石油的 那怎么去 我们解释 诸正德觉 于至终经中 不曾说有始法故 正德觉就是世尊 圆满成佛者 至终代表是 佛自己内心的中心的思想 佛自己内心中心的思想 是他的秘义 他真正的想法 佛的真正的想法当中 没有自细有的概念 所以他说出来的 真正的 之中的经当中 聊意经当中 出来没有说过 有自细成立的法 所以我破除了 自细有的看法 自细有的见解的时候 我不违背 自尊的正理 又不违背了 自尊的圣教 和不料一斤 有一点相似的之处 并不代表是 违背了正理 原因是什么 不料一斤 本来就是他自面的意思 跟意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 诸佛未说有始法 就是刚才我们前辈讲的 诸正德觉 于至终经中 不曾说始有法故 他的道理就是这个 有些人说 维世中说 那如果心事是 自细不成立的话 那三母帝也是 自细不成立 那三母帝 自细不成立的话 那于切师 修不进观的时候 利用三母帝来 大地都是遍满了古所 这样的观想的时候 那就不对 所以心事自细不成立的话 他也做不到这样的 类似这种的怀疑的时候 怎么回答呢 这个经书就是说 诸余且师 依思教 所见大地 谷充满 见比撒法 亦无声 说时颠倒 作义谷 他的意思说 这个事 没有跟自细成立 有关系 如果心事自细不成立 也是可以这个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呢 于切师 他自己依靠着 上师的教导 他透过三母帝来 变现 大地都是变成古所 充满了古所 这样的一个修不进观的时候 戒比三法 亦无声 的意思是什么呢 当下的于切师 他修行着 他自己通达了 根经事 三法都是 无自细生 自细不成立 无自细生 可以通达的 但是 说是颠倒 作义谷的意思是什么呢 佛爷说了 当下的 他的自重的三母帝 他看到显现出来 大地都是偏满古所的 这个三母帝 是一个颠倒作义谷 颠倒作义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说 他这完全是颠倒式的意思 他的意思说 这种的 看到古所大地的三母帝 它不是一个了解空性的行 所以它就是一个颠倒作义 就是它的动作 这个颠倒是一个虚妄法 这个颠倒不是说三母帝是颠倒式 三母帝所看到的 关下的这个三合大地 都是遍满了古所的 这个时候看到的对积都是一个 他关下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虚妄法 所以加了一个颠倒式 作义就是他想到的 思想出来 显现出来 作义就是这个 那再来他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修不济观于且师 那修不济观的于且师的话 医师他就是依靠自己的师长教授 所见古所充满大地者 他就是所看到了 大地都是充满了古所 这个于且师 经界比中更济世三法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更济世三法都是 一皆无自信神 没有自信神者 都是一个无自信神 经说比地 经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三母帝 都是一个颠倒不时做一骨 这个三母帝他不是一个 三法都是无自信神 他看不到的 他只是看到的就是 大地都是充满了古所 所以他所看到的对接 都是一个虚妄法 所以他是颠倒作义 铺持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划播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划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8-660 012-001-198-660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